这个是跟电信用户相关了 民众想要离开 但却离不了80万的PHS用户 现在很头大 主要呢 PHS未来可能裁设他们中南部的基地台 所以呢 PHS等于他们使用收信上就不方便 但问题是 他们这80万的PHS用户 没有办法把门号带着走 所以现在成了很伤脑筋的问题了 而业者也表示 不管如何从国际的经验来看 PHS终将退场 只是时间的问题 现在就看公司还能够撑多久 而用户的忍耐极限又到哪里